Mars 23 27日舉辦專輯慶功簽唱會 沒想到寶貝兒子才會挑時間 選在今天中午提前報到 讓原本的簽唱會直接變成報喜大會 剛當上新手奶爸的他 整個是超級激動啊 我覺得是非常震撼的一天 因為一切都來得太突然 然後應該說我還在笑話這一切 因為原定本來是想說29號去生 沒想到今天我大概9點就 自己就起床了 我就發現就是老婆她開始 肚子就很痛嘛 然後她痛到在地上滾這樣 我就知道應該時間到了 因為我沒有看時間 但我估計可能就是10分鐘 10分鐘 你有幫忙撿期待嗎 因為當下我看這整個狀況 是非常的很急的 就大家都是很忙的 所以我覺得是以他們的 流程方面為主 所以我其實就是陪媽媽聊天 你有開一些機票說 你在生我就送你房子 送你錢 沒有 她不是拜金魚 她不知得到 我還沒有反應過來 就我看就是哇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一切到底是怎麼了 我會一直就是抱她的時候 我一直喊她 我說Honey 就是她用一些很奇怪的語言 這種就是外星語言 咿咿咿咿這樣子 跟她打招呼這樣 她滿活潑的 她就是一直這樣動來動去 然後嘴巴逼成很有戲這樣 好 你是處女座嗎 處女座 因為我也是處女座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我知道我要來上什麼課了這樣 因為處女座通常比較難搞一點 有 我有叫她 我有叫她說 你孫子出來了這樣子 幫我照顧一下這樣子 對 保佑一下這樣 有哭也不想跟你們講 那就是有哭 沒有乖一定要哭 但就是有像宇宙跟上天感謝 我覺得能夠活著去見證這一切 然後平安健康我覺得就夠了